13,我此次来华夏是跟你正式下战书的 按照我们之前在网上说的那样来一场太空竞赛 战书 对,还是按照上司所说的 谁的飞船先登上严心谁就是胜利者 我要是输了,就把试吃3800一刀的鸭路山大集团给你 你要是输了,就给我3800一刀 我只要现金,你敢不敢 你确定真的要赌吗?玩这么大? 怎么,你怕了吗? 哈哈哈哈,防个你呢 之前我们网上说的空口无凭 现在律师在场白纸黑字仙字话呀 我怕到时候有人反悔 谁说我怕了,赌就赌,不就是3800一刀吗? 来仙字吧 大家听好了,这回我和13可是当面对峙 他亲口答应对赌的了,赌注是3800一刀 这下他可没有办法耍赖了 我实话告诉你吧,我的骑士飞船已经研发成功了 随时可以准备发射,到时候我要让我们的宇航员登陆岩星 插上属于我们的旗帜,岩星就是我们的了 登陆就登陆,怎么插根旗帜就是你们的了 怎么不能,我们第一个登陆战友的,是我们的很正常吧 岩星是无主之球,又没有归属权,为什么不能是我们的 哦,是这样的吗?那如果我们登陆上去插一个我们的旗帜,岩星是不是就变成我的了? 当然啊,有本事你们登陆上去赢给我看 我不仅要引走你3800一刀,我还要让你眼巴巴的看着我们登陆岩星 十三,你输定了,我的骑士飞船随时都可以发射,你赶不上我的 是吗?很抱歉,可能要让你失望了 失望? 既然有媒体朋友在这里,那我向世界宣布一件事 彼人在宇宙飞船研发方面最近也取得了一些小成就 我的碧士太空公司研发的超级飞船也已经准备妥当 可以随时准备发射岩星 鸦鹿山大,堵住3800一刀对吧 谁先登陆就是谁的 没错吧,鹿死水手还不一定呢 什么? Oh my god,鸦鹿山大理达摩都正面向十三发出挑战 结果人家爆出了今天大消息 根据碧士芯片研发人十三百人宣布 他也研发出了足以登上岩星的宇宙飞船 特别与鸦鹿山大的骑士飞船来一场世纪大对决 卧槽,碧士芯片公司竟然站出来了 也研发出了宇宙飞船 这就有点牛逼了 这可是我们未来科技的希望 且,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玩家鸦鹿山大开始研发了十几年 我记得碧士芯片刚才起来还没到半年吧 怎么研发着飞船 这场对决相当有看点 鸦鹿山大大老赌上了自己的集团三千八百亿刀的赌注 最终的赢家究竟会是谁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你的宇宙飞船也研发出来了 这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知道你也在研发飞船 但是你知道我研发骑士飞船研究了多少年吗 足足十年 这十年我吸引了巨大的投资 耗费了足足万一刀才研发出了骑士飞船 就算你接盘了你们国内其他飞船研发者的飞船 你也敢超不了我的进度 你拿什么跟我比 你这秘质自信从哪儿来 哼 来自于我呕心沥血打造 它是世界上最强的科技成果 挤起了全球顶尖科学家的智慧 三天后我将会在魔都举行发射一试 直接按下按钮 让骑士飞船携带着宇航员 不解 器械和岩星车一起奔赴岩星 让世界看看我们的厉害 大家好 这里是NBB电视台的现场集吧 我们是最伟大的科学家要路上的现场 正在对比系新片的研发着骑士山发出挑衅 强烈表输了他的骑士飞船的强大游戏 这次太空竞赛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哈哈哈哈 居然有人敢挑战权威 实在太狂妄了 把比系新片的飞船 往西里给我吊的 难道他们以为发明了光子新片就能演零科技 不好意思 科技霸主一定是我们的 他们居然还敢在太空领域跟亚路上大比 真只是不得浪力 三天后 我会让世界与我一同见证历史 赌约还是生效是吧 那就请回吧 三天后我们同时比拼发射 谁的飞船抵达岩星 谁就是胜利者 三天后我要让你好看 等到我的骑士飞船抵达岩星 我要狂拳你三千八百一刀 让你见识我科技的威力 十三先生 你和那个鸭先生的约战 彻底在全球炸开过了 哈哈 毕竟是世界级的大事 肯定会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热度的 你看 他们这一群吃瓜群众太搞笑了 我的天啊 币氏芯片公司是真牛掰啊 连飞船都能搞得出来 十三牛逼啊 太长之气了 请收下我的膝盖 呃 这个消息真的让我热血沸腾 不论结果如何 我始终支持币氏芯片公司 支持国产 我以前还买了不少 鸭路山大集团的股份 还买了一辆他生产的电车 现在我后悔了 没想到是我著作为虐 帮助了他生产出的飞船 来跟我们竞争 兄弟们 我是历史罪人啊 S元气马铃鼠楼上那哥们 既然这样还不赶紧入手 一个搭载光子芯片的手机 支持一下十三大佬 哎 叫我老王就好 别说了别说了 我现在全家都在用光子芯片的手机 太好用了 我理性分析了一波 我还是不太看好 必是这边的飞船 因为其实飞船毕竟研发了十几年 集结了世界那么多科技大佬的智慧 世界领衔的技术 有筹备 有底蕴 毕竟芯片公司到现在出来也不过才一年 怎么可能打得过鸭鹿山大集团 现在我们连毕竟集团的飞船都没看到 所以十三不可能赢 嗯 IT给您跪了楼上的 是跪久了吗 总觉得别人的好 呵呵 我只是凭现有的东西分析而已 怎么就跪久了呢 现在连实话都不让说了是吧 一定要狂吹毕竟集团才行 就是啊 科技无国界 我就支持鸭鹿山大怎么了 你们这些脑残粉 要我啊 压鹿山大牛逼 我这次跟朋友打赌 我也压了你赢 打他 嗯 放心吧 我会用实力把这些流言蜚语统统粉碎 我会用实力把这些流言蜚语统碎